各位网友 各位乡亲 大家好 我是国立空中大学 国画老师郭美竹 那今天呢 我们要在这个平台上呢 教大家画树 那上一次呢 我们所教的是一个树参还有树枝 那我相信呢 你们一定会觉得说 奇怪啊 老师在教树怎么没有教树叶 那我在这里呢 我问你们 你们有没有练习树枝呢 因为这个树枝很重要 你没有练起来呢 那春夏秋冬呢 你可能就画不同类的树干树枝 所以呢 老师只要是要为了你们 要多多练习 你们有没有练习啊 有人点头耶 是的 这个都是要经过练习啊 你经过练习之后呢 你才有办法再进一步的去画 那一样的 我们接续上一次所教的树根树枝 现在呢 首先我们弄一些水 再加一些末 那调出来呢 就是一个淡末或是松末 那我们上次呢 有教过 我们先将树参呢 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呢 我们才去画那个树枝 好 我先因为上次呢 我们已经有教过树生树枝 那现在呢 我今天呢 要教的呢 就是一个树叶 树叶怎么去画 其实以国画论里头呢 我们要去教你的树叶 它有很多种的代表方式 像说戒字叶 戒 就是介绍的戒 那还有像说 树竹点 那什么叫做树竹点 老鼠的树 也就是说 这个老鼠走过的那个足迹 所以呢 我们叫做树竹点 今天呢 我就来教你们 如何去点这个枝 如何去画这个枝 枝之后呢 再如何去画这个叶子 那我相信也会有人很好奇的 会觉得说 诶 可是呢 我今天画这个树叶啊 它代表什么树啊 我相信呢 绘画的人 你不用 除非你是要做一个特写 你才去详细的去做一个详查 这棵树是什么树 像说榕树 你要用什么 这个国画技巧呢 去画它的叶子 好 首先呢 我们先教你们来画一个 刚刚我拿的是山马笔 那现在呢 我用一般的长流笔 长流笔呢 我们现在呢 来点 鼠竹点 鼠竹点呢 你要怎么点 你拿中锋 中锋呢 你就这样子一直把它点上去 大小点 你可以做一个大小点的变化 然后再 树的 树枝的末梢 就是长出来这个树枝的地方呢 去把它点出来 那它就是鼠竹点 那鼠竹点的方式呢 也就是这样子不断的重叠 不断的一直点上去 那点上去呢 你就看起来 它就有树的感觉 那切记一件事情 因为外面我们常常看到 那个茧就是修整过的 修整过的那个树呢 它就是圆圆的 你千万不要把它点的圆圆的 这是我们在画树的时候呢 比较忌讳的 那你现在呢 看到我这个点呢 你可以看到有深末 这是淡末 有中末 对不对 那是因为呢 我刚刚在调比 表颜色的时候 点出来的 好 你再看一次 我现在在这个枝头上 点上树叶 那我深末呢 点上去 它一定是在前头 就是前面 也就是说我们人站在这个地方 看过去前方的地方呢 你所看到的这个末色呢 是深色的 比较黑色的 那后面的地方呢 它就会比较浅色 因为呢 我们将大自然的颜色 现在把它转换成 只有一个黑色的变化 那黑色的变化呢 它也是一个色调 你同样的也要去调整它的颜色 人家说末分五色 这个颜色代表说 它也是一样可以调整的很多种颜色 你就这样子不断不断的一直点 将树的感觉呢 点出来 那它就会形成一个一棵树 那你如果问我说这是什么树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我只能说它大约是什么树吧 圆圆的像说 我们看圆圆的树 绒树 它就有点像用属足点来点 可是呢 你要画特写的话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一样我们画图也是要有做变化 要懂得去变化 那我不要说今天用属足点 它就代表了什么树 不是这样子哦 它只是告诉你一个计法 这个计法呢 要怎么去画 要怎么去点 那今天我在这里呢 教你们也是一样 我也是教你们这个点的计法 有没有看到 这里是不是比较淡 比较淡末 我们就把它做在 点在树 树的后面 然后呢 比较前面的地方呢 我们就用深末 有没有 这深末把它点上去 它就有前面有树叶 后面也一样有树叶 然后呢 这棵树呢 长得很茂密 长得很健康 这样子呢 点出来了 那就是一棵树 这个是属足点的树 那刚刚我们讲的 那芥枝叶要怎么去画呢 芥枝叶呢 一样的 我们也是一样画一个树 树也是先画出来 树干 我们讲过了 在教你画树的时候 一样的 我们也是有教你们怎么去画 树干 树枝 那今天呢 我们将树叶呢 在教给你们 记得一定要练习 我相信每个人都画得很开心 但是你如果是要参加美术班的考试 这个基本功你都一定要会 也一定要经过练习 你才能够得心应手 你可能看我在画很简单 因为我已经有42年了 42年画过42年 所以呢 你看我在画的时候 这个笔触呢 都是很简单的画上去 但是你要画出有生命力的一棵树 那就不容易了 然后它的长出的感觉也不容易 好 一样的 今天在这堂课呢 一样你也看到我从树的树干先画 然后再画这个树枝 数字之后呢 我们再去点这个叶子 那这个的计法的点法呢 就叫做数足点 那这个的计法呢 就是借字叶 介绍的借 但是呢 它不会死死板板的一个介绍字 有没有 一二三四 对不对 好 一样呢 你要把它做交集连集 以数学的交集连集呢 来解释 你可能会比较懂一点 好 这样子画出来呢 有没有 这个感觉上就是 你可能看到这个树 树种 它的叶子呢 是比较长条形的 比较长条形的 所以呢 当你在外面呢 写生的时候呢 你如果看到这个树呢 它是长条形的 你就可以用这个计法 这个计法呢 去把它画出来 那看起来呢 它就 就是一棵树 就是一棵树 那一般来讲 我们树叶呢 在 在这个末梢 在枝头的末梢呢 都会比较树一点 如果在这个树的这个中间呢 它就会比较怎样 密合一点 为什么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因为这边的枝怎样 长得比较多啦 所以呢 它的叶子呢 同样的 也会长得比较多 比较茂密一点 那可能 刚学习的人 会有一个问题出来 什么问题呢 他说老师啊 这个叶子都将那个枝啊 盖住了啦 那我为什么还要画枝 不对啊 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 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 因为当你干了之后呢 它隐隐约约 还是会露出这个枝的效果 所以呢 你不要为了省事 然后呢 你的树枝呢 就不练 然后这样子就画上去 不是哦 不是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教这个叫做戒字叶 介绍的戒 然后去把它做一个变化 这个是鼠足点 就好像是老鼠踏过的足迹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呢 今天我们教了两种哦 这个树 的叶子 那我是国立空中大学 国画老师 郭美珠 我在这个 呃 平台呢 是工艺免费 哦 国画水墨的教学 那希望呢 呃 弱势的家庭呢 呃 你的孩子 如果有需要 如果你也喜欢 那你就多多练习 那如果你只是想看 啊 画的人 然后心情很开心 那也很好 那希望呢 你们多多订阅 然后也分享给需要的人 因为这个是在网路呢 做一个工艺免费的教学 那希望你们喜欢哦 谢谢 谢谢 谢谢